希望为台中市民找到最好的市府团队 去年12月9号 林家隆率领三位副市长所持对外亮相 其中一位正式扁政府时期的家隆部长林零三 因为过去涉及桃园机场捷运弊案 在记者会当时曾经引发部分媒体质疑 虽然林零三强调自己绝对清白 但监察院最近收到最新的证据 已经宣布林零三遭到弹劾 先前都已经司法贞结 而且也没有起诉 所以我想现在监察院又重启调查 然后通过弹劾 那事实上也是有争议的 你看从7比5就可以看到 那当然这个程序会继续走到工程会 那工程会的一个决定 也可能是不予惩戒 也可能是比较轻或比较重 那个这我们都尊重 对于副手上任财港满月不久 竟然被弹劾 林家隆选择相信林零三的清白 认为这起事件早在五年前 特程组就会查无不法将全案签结 而且监察委员在表决时 票数是7比5十分接近 显示案情还要讨论的空间 什么是政策裁量 什么是就是司法的一个权限 我觉得在行政 这个跟司法之间的奋纪 其实通过这个案子都可以 让我们来省私 那么因为这个程序还在走 所以也没有什么任何 这个人事的这个调整的问题 虽然林零三本人并未现身 但林家隆还是公开立挺 表示在工程会 做出是否成熟的决定之前 并不会撤除林副市长的职务 对监察院所做的谈合决定 暂时不予置评 记者红家红天之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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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块儿